渔望人怒气全发 智慧人忍气寒怒 于敏弘曾在文章中分享过一个故事 小的时候 他居住在长江边 会经常看渔民撒网捕鱼 他发现渔民用大号的渔望 只能捕到三种体型较小的鱼 他十分不解 那些鱼明明能轻松地穿过网眼 怎么还是被死死地缠住 一打听 他才知道三种鱼分别叫食鱼 刀鱼和河豚 第一种鱼是食鱼 食鱼头小身大 穿过鱼网时 身上的鱼鳞会被网卡住 其实只要往后退一下 就可以脱身 但他怕疼 不肯舍弃自己的鱼鳞 结果就这样被渔民捕获 第二种鱼 是像刀身一样的刀鱼 它能在狭小空间中肆意穿梭 鱼网根本困不住它 但刀鱼胆小 碰到一点惊吓 就慌忙向后躲避 逆向的鱼鳍自然就被鱼网缠绕住了 第三种鱼是河豚 鱼性刚烈 十分易怒 当他碰到鱼网游得不顺畅 他就生气地长大肚子 变得圆鼓鼓地漂浮在水面上 路过的渔民随手就把他捞走了 发现没有 真正害死他们的并非自己肥大的体型 而是他们的生存习惯 就像于敏洪所说 人跟着三种鱼一样 常常会被自己的习惯性处视思维害死 只有调整思维模式 我们才能在遇事的第一反应中夺得先机 处理事情的思路对了 一切困难才会迎刃而解 一 实于思维 在意大利文学史上 曾有一名青年诗人菲利斯卡瓦罗蒂 卡瓦罗蒂天资聪严 年纪轻轻就在众多地方刊物上发表过诗作 受到一致好评 随着写诗技巧日趋成熟 他觉得自己完全能够上稿意大利最顶级的刊物 维尼斯报 于是他精心挑选几手得意之作投稿过去 结果却遭到了维尼斯报主编马克拉的退稿 马克拉在回信中表示 只需修改几处 就能顺利发表 朋友们都劝他修改一下 毕竟在维尼斯报上发表作品 对他的事业也有莫大好处 然而心高气傲的卡瓦罗蒂 却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 丝毫不肯退让 他立马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 向马克拉发起生死决斗 结果在决斗场上 卡瓦罗蒂被马克拉一枪击中喉咙 惨死当场 原本一名大有可为的青年诗人 就这样因为争议时之气 白白陨落 有没有发现 卡瓦罗蒂跟石鱼如出一辙 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 他们从不肯做丝毫的退让 最终只能生死盗笑 蔡根坛里说 势入齐驱 行不去处 须知退一步之法 遇到难以应对的困难 不妨后退一步 等待新的转机 天道中主人公丁元英的好友 韩楚风 是正天集团的一位副总 因为老总裁病逝 他陷入了与其他两位副总的争斗中 每天都搞得自己心力焦脆 结果仍楚下风 直到在与丁元英的谈话中 他们谈到此事 丁元英给出建议 这是你先退后一步 让条道 请两个副总裁先过去 经此点拨 韩楚风果断退出竞争 只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结果两位副总裁 因为争斗 不懂退让 让公司利益受损 这时董事会想起了 年轻能干的他 正式任命他为 正天集团的总裁 三国是有云 能取以为深 让以为的 若以为强 先不遂矣 做人要灵活变通 该进则进 不要措施良机 但该退时一定要退 别走向极端 若明知前方是绝境 还一头闯入 则未免愚蠢 很多时候 退让不是切弱 而是一种迂回的智慧 当前进的路被堵死 不妨退回了一步 往往就能迎来峰回路转 二 刀鱼思维 坐下老羊的猫头鹰说过一句话 快活的人生 不是用逃避的方式来忘记眼前的苟且 而是用死磕的方式去直面问题 一个人如果稍遇危险 就想着退缩 这样的人就会像刀鱼一样 哪怕有一身优势 他们也会把自己逼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心理医生李松卫就分享过一个真实案例 小王是在读博士 因毕业论文出现了问题 已经延期毕业两年了 他每次坐到电脑前 想到论文难题 就心有畏惧 为了逃避现实的痛苦 他开始每天花大量时间玩电脑游戏 借此麻痹自己 谁知半年后 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李松卫得知他的情况后 没有开药方 而是告诉他 去做你应该做的事 在医生的建议下 小王开始硬着头皮打开论文稿件 逐次逐断地思考 修改 两个多月过去 他的论文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困扰他数月之久的心理问题 也随之烟消云散 在网上看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如果刻意逃避 他所惧怕的东西 到头来会发现 自己只是抄了条进路去见他 面对难题 与其东躲西藏 不如逆流而上 遇事抗逝 有难解难 到圣和夫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入职了一家即将倒闭的公司 公司效益不好 他只能住在地板撬裂 满是跳蚤的破晓宿舍中 面对最新的研究课题 产品研发部的同事也懒懒三散 根本无心工作 到圣和夫顿时心生退役 写信回家并打算辞职报考海军 不料哥哥得知了他的处境后 不仅没有安慰他 反而历生呵斥道 这么点问题都解决不了 你还指望换个地方 就能干得如意吗 道圣和夫立刻清醒过来 他带着锅碗瓢盆就住进了实验室 他开始起早贪黑稿研究 再苦再累也没有一句怨言 最终 他一举研制出新型陶瓷材料拯救了公司 而他也因此升任到研发主管 现实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两个不得不面对的人 两三件想逃也逃不掉的事 可作家安兰德却说 你可以逃避现实 但你无法逃避这么做的后果 所以在事到临头 无处可躲的时候 不如咬牙承受 当你不再害怕 不想着躲避 难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 三 河豚思维 梁秋实说过一句话 血气沸腾之际 理智不太清醒 言行容易于分 鱼人鱼己都不宜 你看河豚就如此 遇事则怒 把自己气得鼓鼓的 结果飘到了水面上 还不自知 招来大祸 想起作家李小义的故事 年轻时 他曾从事过一份广告工作 有一次 为了给客户做方案 李小义连熬几个通销 力求把方案做到无可挑剔 结果对方拿到方案后 瞟了一眼 就给了两个字 重做 面对客户的刁难 他直接怒上心头 你的要求特别没道理 你也特别变态 别以为甲方了不起 我不伺候了结果第二天 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 对着他劈头盖脸一顿痛骂 事情传开后 李小义原本的客户 纷纷要求换人 他直接陷入了职业低谷 作家胡福兰德说 世上一切不利的影响中 最能使人功败垂成的 往往就是毫无节制的怒火 人在盛怒之下 智商是零 被愤怒支配了 最终买单的还是自己 刻着脾气 冷静处事 才能处理好矛盾 把事做好 查理芒格年轻时 有一次 他准备飞往外地 与客户商谈合作 但在过击场安检时 因为检测器明讲 他被工作人员强行拦了下来 芒格只好重新接受安检 可一连试了四五次 检测器依旧不断鸣叫 眼看着即将错过飞机 同行的助理怒不可遏 拉着行李就打算冲卡 但芒格却一把拉住了他 并微笑地对工作人员说 好的 我再试一次 直到十多分钟后 工作人员才发现 是检测器出现了故障 此时 芒格的飞机已经延误 而下一趟的航班 已然来不及预定 时间虽然很是紧迫 但他仍旧耐着性子 笑着找到工作人员沟通 工作人员很是愧疚 便迅速通过内部渠道 帮芒格订上了最近的航班 最终他顺利抵达目的地 并与客户成功达成合作 真言中说 愚望人怒气全发 智慧人忍气含怒 愚蠢的人遇到事情 用脾气说话 而智慧的人 懂得先处理情绪 后处理事情 事事繁杂 若是你被情绪裹挟了 就会自乱阵脚 懂得欲是不怒 先稳住了脾气 才能控制住局势 社会学家费斯汀格说 生活中的10% 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90% 则是由你对所发生事情的反应决定的 很多时候 阻碍你的并非能力不足 而是处事思路不对 看一看于敏洪所说的这三条鱼 领悟其中的处事智慧 当你预示冷静 能躯能伸 不逃避任何问题 就再也没有什么坎坷 能阻挡你的脚步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